2016年里外奥运会上 美国飞鱼菲尔普斯的一身火灌印 被网友戏称是使用了神秘的东方力量 没想到五年过去了 飞鱼转行成了我的同行 而那些东方力量不仅依旧神秘 还似乎发展壮大了 东京奥运会上 不仅美国游泳队 还有澳大利亚的查尔莫斯 日本的南场招 都是扣了一身的深红色圆形大斑点 让中国八卦又火出圈了一把 我们16岁的女子平衡幕冠军管晨晨 赛后说只想要一个保温杯做礼物 这又让外国网友发现了 新的神秘东方力量 保温杯 保温啊 还真是 看看陈梦 马龙 李文文 都是保温杯在手 冠军我有 还有小猴子猴之慧 接过保温杯 再闻闻风油惊 还没等举呢 网友就知道了 嗯 稳了 当然啊 还有一种东方力量更加强大 那是中国平王球队总教练刘国梁 直接用脚 丈量赛场 也是64岁的功勋教练朱志根 为爱图汪顺 在赛前手上一整夜 更是亿万观众啊 抛弃为金牌论 更加理性 包容的 守候着中国的奥运健儿们 这期奥运会上啊 还有媒体报道了 说不少外国记者 竟然还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 一个背包用上13年 不少网友都感慨说 听了这么多年Eason的歌 今天才发现 原来你的背包 真是金喜又金晒 金拉又金拽啊 哎呀妈 这么好的包 是不是该54321上链接了 嗯 还是要12345 五个月以后 咱们北京冬奥会见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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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